喜欢的女生伤心难过了 怎么安慰她 我相信很多兄弟都一样 看到喜欢的女生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手忙脚乱的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又觉得呢 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给女生留下好印象 但是又怕犯错 不敢去跟女生说话 点赞收藏 今天我就用从入门到精通的回复 来告诉大家 以后遇到女生伤心难过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安慰 先来看一下还没有入门的兄弟 他们一看到女生心情不好 想都不想直接问 怎么了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谁惹你生气了吗 他们认为这样的聊天 就是在关心女生 而实际上呢 一点用处都没有 只会让这个女生觉得 你是在说风凉话 甚至有点嘲讽她的意思 那有的兄弟可能会说了 我想知道女生怎么了 我帮她解决问题 我还错了吗 你没错 只需要把解决问题的方向换一换 就能让女生轻松喜欢上你 而这一点 入门级的选手 他们就做得很好 他们知道 安慰女生首先让他们情绪得到转变 然后再去解决问题 所以他们会跟女生说 现在我已经开始屏住呼吸了 女生听到之后就很有画面感 她觉得难过的情绪一下子就没有了 只觉得很好笑 很好奇 她心里肯定在想 我心情不好 你干嘛要屏住呼吸啊 于是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这个时候男生再说 听说女生生气的时候 男生连呼吸都是错的 既表达了对女生的关心 而且一点也不贴 这样去安慰女生 女生就不会反感 那有的兄弟可能会说了 这么厉害的回复 才仅仅是入门吗 因为他们只是让女生的情绪 稍微变好了一点而已 但是兄弟们要知道 女生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好的升级关系的机会 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升级关系呢 我们来看看 掌握聊天精髓的兄弟是怎么回的 这部分兄弟呢 他们就知道要跟女生产生共情 要把话题往暧昧的方向去引导 从而让女生产生好感 升级关系 所以他跟女生说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我也挺烦的 女生听到之后 他就能感受到 你们现在是在同一个频道上 大家都是需要安慰的 所以他就更愿意来跟你倾诉 这个时候女生还反过来关心我们了 他说你在烦什么 男生看到之后马上回到 有个可爱的妹妹心情不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哄她 暧昧的氛围一下就有了 女生听到之后 他就能感受到男生对他的关心和偏爱 而这种被宠溺的感觉 就会让女生忍不住的 想要给你倾诉 想要把遇到的不开心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男生 自然而然的 就会对男生产生好感 从而离不开这个男生 所以兄弟们 只要你能够掌握正确的聊天思维 下次遇到女生不开心的时候 就可以很好地抓住这个机会 让女生产生好感 很多兄弟看到这里 觉得刚刚那样的思维已经足够了 小了 歌就小了 真正精通的兄弟 他根本不需要搞这些话里不少 只要心情不好 他就能直接把他约出来 因为这些精通级别的顶级渣男都知道 隔着屏幕的关心 远没有一次约会 给女生带来的情绪波动大 所以他们看到女生心情不好 就会直接给女生说 你想要文字版的关心 还是行动版的 女生听到之后 先是情绪得到了缓分 因为有人要关心他 可以提要求 可以找人互诉中场了 但是又很好奇 关心还要分文字版和行动版吗 于是女生问 你先说说文字版是什么 男生很直男的回了一句 多喝热水 早点休息 女生现在肯定是隔着屏幕冷笑一声 我就知道是这个 但其实女生更在意的是 行动版的关心 所以女生又问 去 那行动版的呢 这个时候男生就说了 穿越屏幕 双向奔赴 女生听到好气又好笑 心里想的 我心情都这么不好了 你还想着约我 但是 女生伤心难过的情绪 已经没有了 我们还顺便进行了腰域 如果这个女生对你有好感 肯定就想马上跟你见面 跟你倾诉和发泄 这部分兄弟 可能还没有未入门的兄弟会安慰人 但是他们知道 怎么才能让女生 忘记那些伤心的事情 陪他一起疯 陪他一起闹 而这个 正是女生现在最需要的 很自然的 女生就会对天心 满足自己需求的男生伤痛 所以兄弟们 遇到女生伤心难过的时候 并不是要我们去帮女生 解决她遇到的问题 有的时候 你可能根本就解决不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解决她情绪上面的问题 而这样的做法 就会让女生对你越来越伤痛 觉得你很会关心她 她再离不开你 当然兄弟们 这个世界没有毫无道理的 空出世 我被女生拒绝了三百多次 才有今天能见仁爱 我是豪哥 我还在提升自己 你也可以